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得好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能悦人无数 悦人无数不如名师子路 大家好 我叫维纯 今天我想聊聊我的第一个老板 大家你还记得你第一个老板是怎么样的吗 那时候的我们一定非常的年轻 我们刚出社会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有可能都不是很懂 第一次和老板汇报 第一次学位担起这个责任来 所以第一份工作老板 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它将会影响我们之后怎么样去工作 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市场还有这个世界 幸运的在第一份工作 我遇到一位好老板 毕业以后呢 我是去北京中关村去工作 在那里加入一家科技创业媒体公司 大概200号人吧 然后我们这个公司主要是嫁接像科技创业者 还有创投的一个桥点 而我们这个团队呢 因为是新团队 第一批在里面的销售渠道部队 要把北京的业务拓展到全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从头从零开始 所以在内部我们自己 大家都称为我们叫创业公司里头的创业公司 雷哥啊 是一个是我的上司啊 他大概80年后的 的人 那他的背景比较特别 因为他之前在阿里巴巴里头的中工铁军做过管理 阿里巴巴在大陆是一家全大陆最大的电商平台公司 而中工铁军则是里面非常神秘的一支部队 是一支消友善善的销售部队 所以马云经常说一句话 能代表阿里文化的一帮人 最有情怀的一帮人就是中工铁军 所以他们也称为叫阿里巴巴的传角士 而雷哥跟他沟通其实取决到很多 不仅在团队建设的文化上面 同时也在和我们人与人的沟通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开会 因为我们团队非常的小 我们大概就五六号任务的一个团队 那第一次团队老板没有说很多话 他简单跟我们接到一家公司 接着就问我 诶想想看 那我们公司 我们团队自己的文化还有价值观是什么 大蒙逼了 因为原本觉得过来是听领导讲话的 对 但我们还是想了想 就列了一条两条 就是快乐成长 钱多多 但其实有一幕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哪一幕呢 他问我们一句话说 当公司我们遇到了客户企业 还有员工这三方的同时 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雷哥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所以我们自己答应想一想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是客户 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帮助客户 能给客户创造价值 我们就可以慢慢允许客户的信任 而这份信任就可以在圈内传开 进了一下我们公司的业绩 当然我们员工就能成长还有水长存高 经过了那一次 我能感受到我们的团队其实非常的很团结啊 除了就是我们经常私底下玩以外 大笔尺都会交流一尺的一些业务心的 所以后来慢慢我才了解到 其实雷哥带给我们的 其实不是 不是那种冰冰的KPI数字 而是那一个 而是那一个 我们共同创造的一个队跟团队 我觉得燃烧我们那时间的时间 其实是我们心中的奈良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这个 就是他跟我们一对一的沟通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进公司 其实毕竟一个新部队 所以他一一的和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交流 那那时候跟他轮到的时候 其实我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因为身为公司第一个台湾人 说实在的 刚进公司确实还是有些不适应 对 那时候我认为他有可能要责备我 但相反的 其实我感受他在关心我 他说问我一些话 就是说 就新环境都还适应嘛 然后还有一些人问我说 有没有希望在这段时间 你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获得什么 在这个质押 对 也让我自己在想 原来 我自己当时也会发现我自己的状况 跟问题 也会常识想说 那我自己也要怎么样 会变得更好 最后他讲了一段话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说我微醇 就是我非常欣赏你 你部分的沟通能力 你说的少 做的多 就是很容易去倾听别人 这其实很容易引起 让别人建立起性能感 我相信 只要你愿意多寻求一些帮助 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大的 我每个人看到你 对那句话深深的打到我的心头上 就感觉 哇 为什么有一个老板 确实 我还没有做多 但确实还是非常的激励 对那时候就了解 原来 一个好的教练 他其实不只是关注他的业务目标 而是他也关注 你的状况 你要什么 然后 他流动的其实是我们那个 人心的 所以其实过了这段时间 我其实感受 确实也蛮大 你也知道 原来一个好民导的 我们应该去点谈别人 应该去激励别人 应该去引导别人 雷根对我来说 不仅其实是一个好老板 其实他 对我来说 应该是人生的好当师 而我希望 我可以把这样的文化 继续的 刷子下去 歇逼